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座唐代的墓葬 这座墓葬的主人身份特殊 他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 曾经的陆王雍王后来的太子 然后又被废掉太子之位 最后流放八州 李贤的一生可被大起大落 连他死后的追风也几次更改 最终他被定格在了张怀太子这样一个身份上 张怀太子李贤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不是长子 为什么却能够成为太子 他的太子之位为什么被废 他的死因为什么到今天都众出纷纭 他的墓葬中 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国宝及文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锦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镇馆之宝之 张怀太子墓 在西安南郊大烟塔西北一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醒墓的建筑 它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收藏着历代文物精品38万件 时间上从150万年前的蓝天园人 一直到清末 主要包括商周青铜器 隋唐金银器 历代陶永陶器和唐木壁画 四大类文物精品 其中是以这个周勤汉唐最为精彩 也最具代表性 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 制作水平上的制高性 和种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可谓三勤文物 思路文明 中华文化 这个博物馆因此也被称为 古都明珠 华夏宝库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 一件这个馆收藏的国宝籍文物 它的名字叫客史图 又叫迎宾图或礼宾图 这幅壁画出自距西安以西 76公里处的唐张怀太子墓 张怀太子墓 这个墓呢 位于唐高宗和武则天 合葬乾陵东南三公里的高地上 是乾陵17座陪葬墓之一 这个墓呢 原来是有墓园的 这个墓园呢 南北长180米 东西宽143米 面积多达2.6万平方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上就是 它的这个墓道上面盖的一个建筑物 那么在这个墓种的南边呢 当时呢 是有 这个东西两边呢 是各有一个土缺遗址 这个意思呢 就是用土建造的一个高台建筑 这个建筑当时是4.5米高 然后底宽 长是5米 那么这个缺嘛 就是叫缺楼 就是当时的墓葬前面 一种礼仪性的这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呢 就是说在当时看来呢 就是说也是跟墓葬呢 就是一起呢 也是给主人的一种礼遗 在这个土缺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土缺已经成了 现在这个状况 成了一个矮矮的土墩了 但是呢 就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在土缺的前面呢 东西两边呢 是两个石羊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石雕刻呢 就是动物像啊 人物像呢 放在墓葬前面 是给墓葬的一种 一规格上面的一种标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羊呢 当时呢 是在这个土缺 在往南边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 就是说现在呢 它已经挪到博物馆里面 在这个土缺遗址的旁边 虽然经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这两只石羊呢 雕刻的是活灵活现 那么这两只羊呢 就是也是代表吉祥的意思 我们从规模和气势上来看呢 这个墓葬的前面的这样一些建筑呢 看起来是比较简朴的 而且呢 当时挖掘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墓主人的其他信息 因此呢 也不知道这个墓是谁的 1971年7月份当考古人员 开始挖掘这座墓葬的时候呢 大家心里都是一团疑问 不知道这样的墓的主人会是谁 那么当七个月以后 这个墓完全挖开以后呢 我们惊奇地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 一个地下宫殿 不仅呢 弄清了墓主人的身份 而且揭示了一段尘封已久的 唐代皇室争权母子相残的历史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张怀太子墓 太子墓的这个形状 图片上这个是他的这个抛面图 它是典型的 唐代中期的典型的一个高等级的墓葬 由这个墓道 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斜坡墓道 土洞 砖石 就是有这么几个特征 这当然是考古专业词汇 我们呢 通过这个图呢 可以形象地能看出来 这底下呢 是他的墓道旁边呢 墙壁的两边都是绘着壁画 然后再往下面走是这个过洞和天井 在最里面呢 是前后墓石 也就是主人的 就是地下世界里面的会客厅 和他灵魂安息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呢 是张怀太子墓的前史 寺壁呢 有着非常精美的壁画 主要是侍女图 它的形状呢 是一个这个圆拱形的 那么里面我们能看到的是那道石门 这个石门呢 就是代表着 主人生前所住的这个宅底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内宫生活的这样一个表现 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墓道啊 郭栋啊 天井啊 它是这个外界生活的一个表现 这个主要是它里面内宫生活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个墓葬 为什么会是给这个 雍王李贤和张怀太子李贤建造的呢 这个张怀太子李贤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据史书记载 张怀太子李贤呢 是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人 他是唐高宗的第六个儿子 是武则天和高宗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永辉五年 也就是六百五十四年 十二月呢 已经生为朝仪 二品朝仪的这个五妹娘 到这个昭灵祭拜 这个唐太宗的这个陵墓的时候 在路上呢 生下了李贤 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 得到了格外的宠爱和良好的教育 他很快呢 就被封为陆王 那么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宠爱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孩子呢 据说是受到宠爱的原因呢 一个是呢 他非常的聪明 有史书记载呢 他读史书的时候呢 是过目不忘 而且呢 长得非常的俊美 行为也比较得体 那么曾经有史书记载 唐高宗呢 就是给他的大臣说 李贤这个孩子呢 特别的好学 我让他去读尚书 论语 他过目不忘 而且呢 就是特别喜欢朗读 当他读到这个闲闲义色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反复的去读 这个闲闲义色 李贤就说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这句话呢 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侍奉父母 忠心耿耿的要服侍皇上 高宗呢 就对别人说 这个孩子呢 真的是天性如此 那么高宗呢 对这个孩子呢 是特别的倚重 而且是特别的这个用心 给他尽心的去培养他 就是给他良好的教育 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呢 就是在666年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已经是配王的这样一个李贤 和他的弟弟英王李贤 就是后来的唐中宗 那么两个人就是玩斗鸡 这个是当时唐朝社会的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很多人贵族都喜欢玩斗鸡 那么李贤呢 就是和弟弟李贤进行玩斗鸡之前呢 就让他府上的士读王伯 王伯大家都熟悉 是著名的这个唐粗的这个四节之一 他让王伯呢 就写了一篇呢 激情洋溢的这样一个文章 名字叫做西英王鸡 里面用了很多强烈的词汇 就说要这个鸡 后来高宗看到了这个文章以后呢 非常生气 他就认为是王伯呢 就是写这个文章呢 是破坏兄弟俩之间的关系 就把王伯呢 就组出李贤的王府 那么后来王伯的命运呢 也就是由此发生改变 他也过上了颠沛流利的生活 当多年以后唐高宗再读到 王伯写的藤王格寻那优美的句子的时候 想招他回长安重用的时候 王伯呢 已经离开了人世 那么另一个例子呢 是 在上元元年的时候呢 也是兄弟两个 各带一批人呢 准备就是玩这个脚底 就是摔跤啊 游乐这种游戏 就有大臣就劝唐高宗就说是 你还是别让这两个兄弟去玩了 这样有伤和气 唐高宗也就听了这个建议呢 就是让兄弟俩不要再因这个伤和气 那么在这个就是各种方面呢 就是唐高宗对李贤呢 也是就是说既爱又悉心培养 那么在这个上元元年的时候 李贤呢就是被封为雍王 那么封为雍王之后呢 这个高宗呢又让李贤呢 辅佐他多病的哥哥 就是太子李红 因为李红的身体呢 就是不好 经常生病 所以呢就是说 李贤就开始辅佐他的哥哥 参与了一些政事 这也是李贤呢参政的开始 那么上元二年 六七五年的时候 这个太子李红呢突然病死 那么高宗和武则天呢 非常伤心 四个月后呢 就把李贤呢立为皇太子 李贤被立为皇太子 意味着他的责任更加重大 肩上的担词更重 要恪守的一些规矩也更多了 在李贤刚当太子的时候 他的表现也非常好 但很快 他就和自己的母后武则天 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那么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 那么唐高宗呢 就是选了三省六部的官员 来辅佐李贤 让李贤呢尽快地熟悉 管理国家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李贤呢 他呢就是悉心听取大臣的意见 而且呢就是也留心政务 也关心百姓 除了公务之外呢 他对这个判案子 就是一些法律纠纷呢 也特别的上心 在此之外呢 他有利用时间呢 就是苦读古人的经典 所以呢高宗呢 非常满意 就是亲自下招 给他表扬他 又给他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奖励 那么李贤在这期间 确实呢就是做得尽心尽责 那么他的另一项工作呢 就是他召集了很多著名的学者 注释后患书 那么他亲自注释的这个后代 就称为张怀柱 影响非常大 至今呢就是也是我们历史学家 所称道的 那么就在李贤呢 就是做太子期间呢 就是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那么又产生了一些 不和谐的这样一些事情 那么不和谐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么主要呢就是他和母亲 就是午后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主要有下面七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李贤的身世问题 就说李贤呢就是 是武则天和高宗的第二个儿子 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呢 在宫里面就有一些传说 说李贤呢不是武则天亲生的 而是他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 那么既然不是武则天生的 那么武则天肯定就不会给他大家扶持 但是呢碍于高宗的面子 就是当了太子之后 武则天也要想办法 把他从太子位上拿下来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李贤的这样一个相貌的问题 当时呢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身边 有一个他们特别喜欢的这个臣子 叫做明从严 这个人呢特别会一些这个弯门邪道 而且经常呢就是到宫里面 给二圣呢进行这样一些 说一些悄悄话 传传是非 那么当时据说呢 他就给那个武后就说啊 说是这个太子的这个相貌呢 不堪不堪成绩 武则天听了以后呢 也没有一些反应 他也就不坑气 那么从这个相貌上来说呢 就否定了太子 能够继承大统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第三个说法就是李贤的个性 有人说呢这个李贤呢 是特别有性格的 是武则天的孩子中 四个儿子中间呢 既非常有才华 但是又有个性 林允堂先生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有个性呢 就是表现在比如说呢 就是说他的才华外露 然后呢个性比较张扬 也是这个喜欢音乐 有才气 然后又有这个音乐范儿 特别喜欢这个音乐乐舞 自己也能作曲 那么和武则天相似的性格呢 也就造成了母子之后的冲突 因为我们经常说嘛 两个性格相似的人呢 也容易处不来 第四个方面 就是李贤呢 本身个人生活方式呢 是有问题的 李贤呢就是被奉为拥王之后呢 他就娶了一个妃子 叫房氏 后面又娶了一个张氏 虽然有两个妃子呢 但是呢就说传说呢 李贤呢曾经和多名美貌男子呢 有亲密的关系 特别是呢 有一个叫赵道生的 他家里的这个家奴 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就是这个亲衣 那么李贤呢 还给这个赵道生赏了很多的 这样一个财物 那么像这种 就是说不伦的行为呢 显然是不被社会这个接受的 更何况是要作为国家的 这样一个未来的领导人 是更是不能允许的 另外呢就是李贤呢 特别喜欢玩乐 那么据说呢 就是在洛阳城大汉的时候呢 李贤呢 那个时候是太子 而且呢就是在监国期间 他不顾群众的这个疾苦 自顾自的在旁边呢 就说这个大吃大喝 然后呢就说这个玩乐 大臣呢劝呢 他也不听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 是李贤呢 著的这个后汉书 李贤曾经组织学者 注视了后汉书 有人就认为他是借用后汉时期呢 外企专政 那么来影射武则天的 也让武则天呢 是感觉到不爽 那么第六个原因呢 他是有这个不孝的行为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武则天呢 对李贤呢 这个事情呢特别的敏感 就是包括他上面的种种行为呢 他是非常敏感 所以对李贤呢 也是非常苛刻的 要求非常严格 那么武则天呢 曾经呢就是多次派人 去劝李贤 叫李贤呢 就是不要这样子 甚至呢 还叫人写了这个 《少阳正范》和《孝子传》 烧给李贤进行敲打 让他要好好读这些书 做一个孝子 做一个好臣子 那么他周围的这些幕僚们 也不断地上书 要叫李贤呢 就是不要这么贪色 然后呢 要好好地这个 要修自己的德性 这样才能就说 成为未来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和皇帝的这个接班人 但是李贤呢 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知道武则天 对他这样子 可能也是有别的原因的 再加上我们上面说了 种种的这样一些传说 那么李贤肯定心里是 也是犯了嘀咕 那么他性格上来 也是呢就是 不管不顾 对于这些劝告呢 也是就不管他 然后是我行我素 那么这个可能就导致了 后面的总总的这样一些 不好的这样一些结果 第七个方面呢 就是他不忠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样一个罪名 当时呢就是这个武则天 和高宗特别宠幸的 这个明从严呢 就是被人就杀了 但是武则天呢就怀疑 贤呢就是派人 就是参与派人杀死了明从严 或者是参与这个事情了 然后他就以这个 这个就是静南色 然后呢就是又杀这个忠臣的 这样一个罪名 把李贤呢给拘捕起来 叫人专门查这个案子 那么查办案件的官员呢 就去搜李贤的这个府邸 结果呢在他的马厩里面 搜出了数百个 一些盔甲和兵器 那么这可不得了了 在当时呢就是私藏兵器 是谋反罪啊 在这个观念的时候呢 刚才说到他的男宠 赵道生呢也被抓起来了 就严刑拷打 拷打之后呢 赵道生呢就供出来了 说这是李贤指使他 杀了明从严 至于是赵道生 怎么样就招了 是李贤指使他杀的这个明从严 后人有认为就说 这是去打成招的 但是呢上面这个种种的罪行 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是这个叛逆罪 那么这个是要 要被砍头的 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 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例 那么武则天呢就非常生气 他就要废除这个李贤的太子之位 唐高宗呢非常喜欢李贤 这个时候他呢就是苦苦哀求这个武则天 说你能不能饶他一次 武则天呢 就是特别的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就说为人子 就说你有谋反的行为 你是大逆不道 应该就说是大义灭亲 于是呢就废除了李贤的太子之位 李贤在哥哥李红死后 当上了皇太子 但这个太子之位 带给他的不是幸运 而是不幸的开始 他最终被废除太子之位 囚禁在长安 后来又被流放到 距离首都长安非常远的八州之地 那么远离权力中心的李贤 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为什么关于他的死因 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仍然是众说纷纭呢 事情还没有完 681年的时候呢 李贤呢又被流放到八州 临行之前呢 因为已经是到了冬天 李贤一家老小呢 衣衫单薄 非常的可怜 还是他的弟弟李贤 尚书呢 请求这个就是高宗和武后呢 给了他们一些衣服 然后一家人非常凄惨的 就走上了这样一个 被流放的这样一个 这个道路 那么在这个流放期间呢 李贤呢 也是特别的郁闷 据说呢 他曾经写了一首词 叫这个黄台瓜词 中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是瓜好 再摘令瓜息 三摘上自渴 摘绝报慢归 那么这个黄台瓜词呢 被人认为和曹直的七部诗 是并称的 那么这个诗呢 也就非常形象的呢 就描述了这个武则天 和他四个儿子之间的关系 也是李贤呢 有敢于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 发出的感慨 那么也有人说呢 正是这首黄台瓜词 惹怒了武则天 那么在这个文明元年 也就是684年2月份的时候呢 李贤在巴州神秘的死去 李贤的这个死 死呢 引起了后世的种种猜测 那么李贤到底是怎么死的 目前呢 就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自杀说 另一种是他杀说 自杀呢 就是也分为两个 一个呢是李贤呢 就是说自己自杀了 选择自杀 那么李贤呢 就是从锦衣玉食的这个太子 然后最后被贬为草民 被贬为庶人 罪人 从繁华的都城 来到了偏僻的这样巴州 那么巨大的这样一个落差 让李贤呢 真的是承受不了 最后选择了自杀 第二个说法呢 是这个武则天呢 派邱神机呢 就是逼死了这个李贤 让李贤自杀 同样也是自杀 说这个武则天派邱神机 逼李贤自杀呢 就是在这个旧唐书 新唐书 自治通鉴呢 都有记载 那么至于他杀说呢 就有好几种说法了 第一种呢 是武则天杀的 武则天下令杀杀杀的李贤 邱神机直接呢 就去执行他的命令 就把李贤杀死在 这个巴州的这个府邸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是当时的中书令 裴炎所杀 这个说法呢 是郭沐若先生 在写武则天戏剧的时候 他提出来这个观点 郭沐若先生认为呢 是这个当时的中书令裴炎 杀了这个李贤 因为也是当时这个政权的 这样一个斗争 裴炎呢 就是出于这个政治斗争的目的 就杀了这个就是李贤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维侯集团所杀 唐宗宗继位以后呢 就是维侯呢 也是想这样就是控制 就是唐宗宗 性格懦弱的唐宗宗 那么他就是纠集了一帮人 就是出于唐宗宗来考虑 就是要杀这个李贤 因为李贤呢 就是这个在当时来说呢 就说是他四个儿子中呢 也是天分最高的 也是影响力比较大的 所以呢就害怕李贤呢 如果还活着 就可能对宗宗的这个 就是有威胁 所以呢就是派人呢 杀了李贤 那么甚至呢就说 提出来当时呢就说 因为求生级到这个八州的时候 李贤已经死了 那么这一些说法呢 就是目前呢 还是就是没有一个 特别确切的一个定论 那么面对1330年前 这桩历史悬案 因为显然是已经没有了 一些可靠的这个证据 而且也限于目前的考古资料 和文献资料 以及学者们的研究 我们现在只能期待 有更多的材料 新的材料出现 也许这桩迷案呢 会有一个答案 以上说法呢 各有各的道理 但是呢 哪一种能形成定论的东西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最后确定 只是呢就是认为 李贤呢就是死于一场阴谋 这个阴谋呢显然是精心策划的 有目标 有手段 然后也是追求结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就是再回过头来 把前面所说的那么多原因 这样子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 就会发现 当时在宫廷里面流传的 比如说关于张怀的这个 不是亲生的呀 关于他相貌的这些传言 这些谣言之所以能够满天飞 也极有可能是武则天所纵容的 他不管 他就让谣言去传 那么这个肯定是跟武则天有关的 再加上明从严 给武则天说啊 这个李贤呢 这个相貌是不是当皇帝的这样相貌 武则天也没有坑气 所以呢就说 以上关于种种的这样一些迹象 我们来分析 那么他是有借口的 就是有这么多借口 然后呢就是又有人去 就是给他去实施策划 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细节来看出来 那就是李贤被杀的时候呢 唐宗宗呢是被武则天 废掉了皇帝的这个位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这个张怀太子被废 武则天就开始了他七年 就是在这个唐宗宗和唐瑞宗期间 他有临朝称治的这么一段经历 一直到690年10月16号他称帝 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发生的种种的这样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推测就是李贤的被废 李贤的被杀 显然是与武士集团 他的这样一个争权夺利是有相关的 至于呢 比如说我们又把这个 嫌疑的目标呢又转向 比如说是皇子之间 李氏家族内部 那么这也是我们从就是种种的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呢 试图呢去找一多视角的来观察这一段历史 张怀太子部 一个沉睡千年的墓葬 埋葬了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也隐藏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李贤死了 但他的故事并没有完全隐藏到历史的背景中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 李贤生前并没有张怀太子的封号 那么他这个张怀太子的封号是怎么来的呢 请继续收看镇馆之宝之张怀太子墓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 也反映出一个是 生在帝王之家 那么母子的亲情 兄弟的这个属族情 都和这个政权斗争是分不开的 在权力的欲望前面 这些亲情和属族情 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 李贤这个人呢 首先 根据世史书记载和我们学者的研究 李贤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 他呢就说这个熟读师书 而且非常有有才有才华 李贤呢 又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这么一个人 他的出生 一直一直到他的死 再到他的后面的种种的平反 这个我会后面再给大家讲到 那么从他的这个就是人生经历来说呢 正好是武则天在回到皇宫 成为皇后 成为皇太后 最后称帝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么在这个政治斗争面前 也许呢 只有像鸵鸟一样 把头呢埋在身子里面 才能换得生存的机会 就像他的两个弟弟一样 在唯唯诺诺中呢 就是不但活了下来 而且呢 还成为帝王 虽然呢 也是就是非常曲折的 这么一个帝王的故事 李贤死后被草草埋葬于巴州 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巴州县 巴中县的城东南 还有这个张怀太子李贤的墓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垂贡元年 武则天就派人呢 就恢复了李贤的 这个拥王的这个称号 但是呢 把李贤的这个 仍然葬于这个巴州 房妃呢 和孩子们也在巴州 生活了很多年 后来呢 就是被允许呢 回到长安城以后呢 还是被监禁起来 那么在这中间呢 房妃和李贤的孩子们 也吃了很多的苦 他的大儿子和最小的儿子呢 就是也是 就是被这个枯利也迫害致死 其他的孩子呢 也是被迫改姓了武 女儿呢 也不知所踪 只有一个第二个儿子呢 李首里呢 继承了他的王位 但是呢 在这期间呢 就是他的孩子们 也是呢 就是饱受摧残 据说呢 当时呢 每一年 他的小孩子呢 就要被拉出去打一顿 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首里呢 患了严重的关节炎 他一到这个天音的时候 都能知道要天音下雨了 他就给人说 说这事的时候 别人以为是 这个人呢 是有其特异的功能 到后来唐罪中 问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李首领就原原本本的 把他的遭遇呢 就是讲了出来 唐罪中呢 也是伤心的流下了眼泪 可见 对李贤的迫害 一直延续到他的子孙们 神龙二年 七百零六年 唐中中继位 就是再次继位 他为这个武则天时期 受到迫害的亲人们 平反昭雪 他追封了这个李贤为 司头公的这样一个称号 派他的儿子李首里到八州 把他的灵酒迎回 迎回长安 然后浩浩荡荡地送葬队伍 把他埋在了这个 潜陵作为陪葬墓 埋葬在了潜陵的这个 百城之内 那么也是对李贤的 一种抚慰和安慰吧 那么张怀太子 这个非常曲折的经历 他从受父母宠爱的皇子 到三次监国的太子 最后被阴谋所陷害的 失去太子之位 最后连性命也失去了 那么尽管呢 就是他死后呢 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个 多次的平反过程 有这么多人的关注 但是呢 就是从唐朝历史来讲 他是这个时代下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景云二年的时候 也就是711年时 唐瑞忠继位 在瑞忠的时期呢 又把这个李贤呢 给他加封了 张怀太子的名号 并将房氏呢 就是这个遗孩呢 搬来和他合葬 总算呢 夫妻团圆 那么张怀的这个意思呢 封号的意思呢 就是张呢 是这个敬盛高明 法度明大 怀呢 是执意扬善 词人短折 那么也是一个 一个名号 给他的一个名号而已 虽然呢 就是这个李贤呢 就是被迁葬到这个乾陵陪葬 那么在巴州地区呢 留下了很多关于李贤的故事 那么就是 至今呢 还有一些遗迹呢 是跟李贤有关的 比如说这个太子石 望王山 九龙岭等等 也说明了张怀太子呢 就是在人们当地人 心目中的影响 这个影响力和印象 李贤呢 生于帝王之家 想努力成为帝王 但是因为 特殊的这个家庭环境 和这个成长经历 是他的皇帝之路呢 就是最后就是中断 那么与此同时呢 另一个通过自己努力 一步一步成为帝王的 另外一个人 也是一个女人 也是他的妈妈 最后呢 通过 通过李贤的这样一个陨落 然后成就了他自己的辉煌 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 最终呢 登上帝位 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女皇 在七百零五年 武则天死后 唐朝又迎来了 李氏家族的统治 张怀太子墓 不仅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而且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他的墓葬中出土的 壁画客室图 就是我刚才前面 给大家介绍的 他会告诉我们 李贤呢 是如何见证 并且参与那一段历史的 客室图里面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下集再讲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